佛教是道道滴滴的教育啊 真的不是假的 他没有别的事情啊 就是上课啊 佛的这个学校 很妙 我们这学校也办四人员的 他那个学校 没事办 所以不需要办四人员 用不住要校长 他没有校长 也没有执事 什么教务主任 总务主任都没有 全全都没有 极乐世界一个在讲堂上课的老师 下面听 听讲的是学生 除这两种人之外 没有第三种人员 不像我们这个世界 过行过业 总有几百个上千这种不同的行业 存在这个世界 把这个世界搞到无缘障期 他论的多单纯 只有老师学生 那你管理学生的人都没有 为什么 学生各个都开悟了 各个都持戒 受法 各个都修订 没有胡思乱想 没有扎念 但是 这个世界 祝福茶土里都没有 只有极乐世界有 极乐世界为什么有 我们前面都过 那是阿弥陀佛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慈悲 之所成就 那为了 特别是为了 借人的智慧 我们这些人的智慧 我们这些众生 无不是罪 这个很麻烦 造善业 三善道 造我业 三我道 出不了丢到轮回 这苦不堪言 阿弥陀佛为了怜悯 我们这些众生 尽离西方极乐世界 无比殊胜的 可以说那是一个道场 是一个学校 讲道场也听不懂 讲学校你听懂了 你到达这个学校之后 就花开建福 你就到讲堂去了 讲堂有你的座位 座位上写的你的名字 不会有错误 跟莲花一样 莲花上有你的名字 讲堂座位上也有你的名字 你进入讲堂 老老实实坐着听见 那什么时候下课呢 大车大悟 明心见心成佛了 你才会离开讲堂 如果没有彻底开悟 你不会离开讲堂 为什么 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睡眠 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吃饭 我们是为了睡觉吃饭 不得不把时间分出来 极乐世界不需要 所以他在那一坐 就能坐几个节 多少个大节 完全开悟 那么极乐世界的人 他分身出去 供佛文法 他自己的身 在讲堂里没动 佛分身出去 在讲堂也没动 他还在讲经说法 我们喜欢听什么经 听到的 就是他给我讲的 我们两个人坐在一起 我喜欢听话语 你喜欢听发话 我听到的是话语 你听到的是发话 一切发送信向上 自信 万得万能 现在电脑赶不上 电脑还要电 他那你不要电 这断电的时候 这些机械完全 作废了 他那条两颗的心得 心得 无量无别 永恒不变 永恒不变 这个世界 六根所接触的 全都是在变化 全都是在生命 找不到一个 不神不灭的东西 脊弱世界 样样都没有生命 这个地方 你能不去吗 你不想去吗 我以为我发现一下 人情的变化